这么点的小家伙真的能咬穿手掌吗 当我今天走进鱼房的时候 突然闻到了一股腐烂的胸出味 开始怀疑是猛鱼缸散发出来的 虽然狗头受伤 但是活泪还是很毒的 检查了一下地面也没有跳出来小鱼缸呀 所以我确定肯定是这里面的味道 砸了水都坏了 肯定就是它了 你看看我说什么来着 这边居然躺着一条溺水的大鲫鱼 天哪 我的大鲫鱼嘎了 面对这个不想重认的事实 现实还是狠狠地抽了我一记耳光 我怀疑它们死了得有三天了 导致它们死亡的原因 是抽水管被堵住了 感觉这些水都已经开始发黏了 于是乎我赶紧拿出我的八二年的小蓝盆 让这条溺水而亡的鲫鱼 变成一条飞天鱼 然后让它顺利地飞到蓝色的盆子中 面对这条鱼的死亡 散发了一股不可告人的味道 为了让它死得起作 必须准备一件趁手的兵器 好入土为安 说实话 这边已经买到了我很多的小可爱了 希望它能够变成一根鱼刺 还能做个标本 虽然鱼被埋了 但是这个水管这里面 必须得给它赶紧救你出来 还有就是这缸水也不能要了 感觉都散发着一股粘稠的臭味 旁边缸里的绿菊也就打头送人了 趁着这边抽水的功夫 我给大家看个好玩的 哎呦 太可爱了吧 自从上次这个小家伙回来后 除了吃喝拉萨 基本上都是在我身上趴着 现在胆子变得可大了 动不动就想摆脱我离家出走 不过最让我欣慰的就是 这货车回来后 就一直很温顺 即使我非常用力的给它捏在手里 捅得嘶牙连嘴也不带咬我的 钻到家的小松鼠 一定要盘它 给它种个核桃仁尝尝 可能是因为太小的原因 只是稍微的闻了闻 就跑开了 那么就先给你穿进兜里 用买松鼠时候送的真罐 抽取一些安慕西的酸奶 然后对着它的小嘴巴 就是出现了一股很温馨 很治愈的画面 吃饱了 就这样不停的揉搓它 以后习惯了 就可以把它带出门嘚瑟了 喜欢养的小伙伴 赶紧点赞关注走一波 后期一起讨论 如何饲养这个小家伙